朋友们好 这是这两天攒的丝瓜 上面还有几条继续摘 这个还小 非让它长两天 把这个摘了 丝瓜开始长了 根本吃不完 今天咱们做一次丝瓜酱肉包 丝瓜切丁 先把肉里的水汽炒一下 葱姜 黄豆酱 老黑酱 切点红薯粉 滋瓜 盐 和酸香 味精 胡椒粉 大家蒸包子的时候 里头放点粉条 这样蒸出来的包子不塌陷 还好吃 妈 帮包子 只剩下鸡肉 一把鸡肉切丁了 还有羊怀蜜 都是做到完全风盖成熟的 薄米度在43以上 并且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百姓放心蜜特等奖 这是咱们去年9月份获得的 咱们的视频活动还在继续 两款蜂蜜可以混搭 118发3斤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抓紧了 放心去尝试 如果买回去 没有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好的话 那就直接退回来 还算我们的 蒸好了 起来包馅儿粗 老妈包的包子使劲往里放馅儿 特别粗 挺香的啊 还挖的呢 爸 四碗的包子好吃吗 好吃 这包子 咱们也整整包子 这包子好吃 我那时候炒了哈 嗯 嗯 丝瓜馅儿的真不错 丝瓜大家别总炒着吃了 蒸蒸包子 特别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视频见